請記住,隨即主又來到門徒,叫醒他們,以差不多哀求的語氣,向他們和我一同來警醒,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節說:"怎樣呢?你們不能夠和我警醒片時嗎?" 之後他又回到樹木隆蔭之處再次討告,有一種更大的內心的厭惡感集上心頭,他開始感到罪咎。什麼是罪咎?罪咎是因為使別人蒙受了傷害而產生的。罪咎是因為使得無辜清白的人受損而引起的感覺。 主爺蘇被一股無比的黑暗和罪咎感,重重地壓在地上。他感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個罪人。他自覺到是一個暴雷之子,死有餘辜。 就在這個橄欖樹叢中,他默默地受著折磨。馬太告訴我們,他更加的恩切來討告。 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日二節說:"我父啊,這杯若不能離開我,必要我喝的,就願你的旨以成全。 他又再次回到門徒,發現他們都睡著了。他沒有叫醒他們。 又再次回到討告。第三節的討告是最劇烈的。 開始的時候,天父差派了天使來堅固耶穌。 希伯羅書五章七節有說:"就因他的虔誠,蒙了英雲。 就是這個意思。他向天父大聲哀求。 是由於極深、極渴望的需要。天父就回答他。 派天使來增添他的力量。天使完成任務後,最恐怖的第三次經歷。 就告展開,我們的主開始知道什麼是絕望的心境。 他徹底地感受到罪,好像鐵箍一樣,帶著奴翼的力量。 他就是在一股無望、無助和徹底失敗的意識下被壓得粉碎。 他滿腔是淚,口中發出痛苦和不由己的哀哭。 他的心,好像酒債壓得葡萄一樣。 他的血管都被崔碧德拼出血來。 而他的汗,好像大血點一樣滴在地上。 希伯羅書五章八節那裡說:"他雖然為兒子, 或是因所受過苦難學了順從?" 這些奇怪的說話,不是在這裏得了解釋嗎? 希伯羅書學會了順從,就是當他身上每一個細胞都不願意。 在他身上每一切都渴望著死去逃跑的時候。 他學了順從。 由於他知道這是神的旨意。 他於是就順從了。 他相信神會使得他能以度過。 他學會了堅持到底。 就是當我們在極端地憎恨自己。 聚責自己。 在徹底失敗、絕望、羞恥的心境中。 如喝霧、拋開一切、忘掉一切的時候。 他學會了堅持到底。 主走完這條路。 他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。 他亦都受過灼痛。 你和我都不會像主一樣, 必要完全通過客西馬尼園的經歷。 而主卻徹底地走完了。 第九節,即是將我們帶到十字架。 他得以完全。 進入了一個罪人。 在其一生,一切的軟弱中所知道的境界。 他得以完全。 就為凡順從他的人。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。 這就是做門徒的守則。 我們若是順服主。 好像主順服天父一樣。 天父的一切都是給我們。 就好像主在最憂傷的時刻。 天父的一切都因主的信靠而完全給主。 主耶穌是怎樣的得性呢? 就是基於擺在我們面前同一個原則。 他絕對不向天父的智慧提出質疑。 他拒絕向神還擊、責備神,自抱不平。 雖然這次的試練是來得意外。 很突然。 但他卻沒有逃避和不信。 反而,他將自己投靠在天父的慈愛。 溫柔的照顧中。 尋求天父的支持。 是這樣的。 他就得以安然度過。 並且得以完全。 夠得上做祭司的條件。 希伯來書四章十六節那裡說。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。 來到詩恩的寶座前。 為要得聯述、蒙恩惠。 作隨時的幫助。 無論需要的幫助是如何的深、如何的大。 主耶穌也能夠幫助。 甚至是在我們自窮力盡的時候。 在詩篇107篇27、28節那裡說。 他們的智慧無法可思。 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。 他從他們的和患中領出他們出來。 在我們無計可思。 在歷窮自絕的困境中。 我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向神呼求。 我們終於學會了。 這個原則不僅是適用於危急的關頭。 我們遲頓的腦袋應當留意。 神期望我們運用這個依靠神的原則。 在一切的環境遭遇中。 這樣我們就進入了安息。 我們的天父,多謝你。 《赫西馬尼園》不是一出的舞台劇。 主耶穌來到這個世上。 不是說要扮演一個角色。 而是他徹底地進入了生命。 他走完了整條路。 他徹底的樂傷。 幫助我們接受這些告誡。 是以信心、勇氣來到私恩寶座。 就在我們的內心尋求幫助。 亮光和希望。 天父求你使得這些說話。 都是在我們的生活中來實現。 我們是奉耶穌命求。 Amen。 VAS擴生活。 旋轉任沒開功法。